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的国内热点就是特朗普对零容忍的这样一种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特别是有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因为非法移民身份的问题被分开了 那么我们先谈一下国际贸易战 在本周特朗普政府除了对中国500亿的商品征税以外 又指令商务部制定了一个对中国2000亿商品征税的这样一个计划 而且特朗普在他的行政令当中还表示 如果对中国2000亿的征税达不到效果的话 可能要另加2000亿这个对中国商品的这样一个征税 那中国方面当然是一直是回应的一直是还是比较强硬的 就是你这个冰来降挡水来突厌 基本上是一种强硬的姿态 那么在这个同时呢 基本上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一幕 就是欧盟宣布对美国的产品进行征税 欧盟的征税时间是在6月22号 也就是今天 另外印度和土耳其也宣布对美国商品征进口税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可以看出 从整个世界舆论的角度来讲 对于特朗普打国际贸易战 用征税的办法打国际贸易战 应该说就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反对 那么当然了特朗普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在多国的反对之下 他很应然的强硬的 坚持他的这个一贯的这样一个征税政策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考虑特朗普 作为商人来讲 他是否适合于呢 当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因为很多这个媒体和舆论呢 也在这个批评这个特朗普 就是说特朗普在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 或者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 他的准则呢就是赤朗朗的商业利益 当然了这并没有什么 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这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作为一个政治家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在处理这种这个国际关系的时候 还需要考虑政治上的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说欧盟 欧盟的大多数国家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美国政治上的盟友 但在这次关税的问题上呢 可以说是这个特朗普和这个欧盟呢 闹僵了 或者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可能是要掰了 特别是这个德国总理这个默克尔 对这个特朗普呢 这个提出的批评 这是也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现在看呢 这个特朗普这个这个增税计划 或者他对中国商品的2000亿清单呢 目前还没有出炉 那么呢 由于这个特朗普这样一个强硬的态度 好像失去了这个双方 在进一步这个商谈的机会 那对于这个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的说法 说在和美国商谈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达成了一些协议 但是美国反复无常 推翻了这个洽谈时的一些这个共识 那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或者贸易摩擦 究竟会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这个呢 还是这个值得关注的 那么在国际上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世界杯 其实这些世界杯呢 到现在为止 八个小组赛的这个赛事呢 基本已经可以说快接近每升 那很多这个队呢 都面临着这个第三场 就小组赛最后一场这个赛事 那么呢 十六强呢 也逐渐的这个浮出水面 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巴西队 西班牙队 这个葡萄牙 这个俄罗斯 克罗地亚 以及英国法国 这些这个这些队呢 基本上进入这个十六强呢 基本没有问题 当然还包括这个摩西哥 那么这个传统的世界强队当中呢 阿根廷的状况呢 确实有这个洋人这个担忧 那么好在呢 今天这个刚刚结束的 这一场赛事呢 是这个 尼日利亚 以2比0 这个 击败了冰岛 这样呢 给这个阿根廷的出现呢 这个 要是阿根廷出现呢 有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个 在这个小组当中呢 克罗地亚呢 目前是两战两胜 集六分 应该是出现没有问题 那么呢 尼日利亚 因为靠这个 和冰岛的这个 2比0 那他现在集三分 那么是展示第二 那这个阿根廷和冰岛呢 都是各级一分 这样的话呢 如果在第三场比赛当中 这个阿根廷大比分 胜尼日利亚 那么还是可以以 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 因为这个 在这个冰岛和这个 克罗地亚的这个 对阵当中呢 那么冰岛 赢的面呢 并不大 那即使冰岛 胜克罗地亚 那如果阿根廷胜 胜这个尼日利亚 那双方呢 都是集四分 那就靠这个精胜球 那么呢 所以呢 就是阿根廷呢 还是有一线的希望 另外在这个世界杯 这个小组赛当中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队呢 就是这个 这个德国队 因为德国队是以0比1 负于墨西哥 所以呢 德国队能不能进入16强 那还要再看 整体来讲呢 在这个这届 小世界杯 小组赛当中呢 整体上来讲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乌龙球比较多 大概有三到四个 另外呢 就是这个 抱了一些老门 那可能就是说 最大的老门 就是这个 墨西哥 胜德国 另外呢 阿根廷 这样一种状态呢 也算是一个老门 第三个特点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球形作用呢 是非常重要 像这个巴西的内玛尔 这个普通牙的西罗 那么他们表 由于他们的表现出色 也使得他们的队呢 这个表现出一种 正常的水平 反观阿根廷队 由于这个 梅西的这样一种 这个低迷的状态 那导致整个队伍呢 状态也很差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 这个一些年轻的球员 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么很多人呢 大家可能在这个 如果不是世界杯的话呢 可能还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 像法国队 有一个17岁 很年轻的一个队员 他这个 曾经打击了一球 让大家这个 印象比较深刻 总之呢 这个本届世界杯呢 我觉得 看中现在为止 应该说非常精彩 这个非常精彩呢 其实这个 还是由这个 俄罗斯队这个 突出的表现所带来的 就是说 他首场以5比0 胜沙特 那么呢 这个而且他两场球 这两场比赛 接了八个球 这个呢 确实这个表现 让人刮目相看 另外呢 亚洲队呢 这个像伊朗和沙特呢 恐怕进入 十度强的机会渺茫 那这个日本队呢 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 那么可能 日本队还是有望 进入十度强的 那么这个 所以呢 下阶段的比赛呢 这个一个看点呢 就是看看德国队 能走多远 在美国国内呢 最近呢 这个 因为这个 零容忍 这样一个移民的政策 导致了很多儿童 和这个 他们的这个父母 这个 被分开了 但是这个是这样 这个今年 这个四月份 这个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 提出了这个 零容忍 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就是说 零容忍呢 就是说 你只要是非法误境 就一定要抓你 这个要起诉你 因为根据这个 联邦法呢 小孩是不能 这个 做这个联邦监狱的 所以呢 这就导致了 这个非法移民的子女 和非法移民 常人本身呢 一旦 在这个被这个移民 在这个执行 移民执法的时候呢 就要被分离 大概四月份 提出这个政策以后呢 是从五月七号开始 正式实施 那么这个 移民局呢 抓了很多人 那么都集中在 这个美墨边境的 这个德州 那一带 那么大概有 两千三百多个儿童 目前呢 这个被 这个 不能说被关在了 就是被放置在 一个旧仓库 改造的一个地方 那么呢 这个很多记者 大家看以后呢 觉得这些儿童的 这个命运呢 就是生活状况 很凄惨 比如说这个 在一个旧的大仓库里 那个那么有这个铁丝网 分成了一些空间 每二十个孩子呢 在一个空间内 那睡在地板上 身上盖着这个席子 另外呢 今天呢 这个 这个美国媒体还披露 就是说这些孩子呢 这个被受到这个药物的 就是说滥用药物的 这样有虐待 这个好像这个 比如说这个抗生素啊 维生素也好 用的都不得当 另外呢 这个美国媒体 露出一些画面的镜头 孩子要找妈妈等等 就是让人看得很揪心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呢 零容忍 这个这样一种 这个移民政策呢 这个也不一定说呢 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看到一些 华人朋友的 这个在网上的议论 这个美国对非法移民 太宽松了 那反过来呢 中国很多留学生 都是花钱过来的 那么他们对美国的社会 为美国的经济 为美国的大学 这个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经济上 但是像留下来美国呢 想留下来确实非常难 然后呢 前一段期间还传出 对这个某些这个申请 某些专业领域的 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呢 要进行限制 所以呢 有很多华人呢 感到不公 那么呢 大家都辛辛苦苦在美国 通过正规期段来了 那反过来呢 这个非法移民呢 却享受到很多种种这个优惠 却是这个有的时候 有些不平衡 但是无论如何呢 这个2300多名孩子 这样一种这个状况呢 确实要引起了美国社会的 这个巨大的这样一个 一个注意或者一个声浪 或者一个声讨 那很多这个反对这个零容忍 这样一些这个游行和集会呢 在美国各地已经展开了 那么所以呢 迫使这个特朗普政府 这个在昨天吧 签订了一个行政令 但是也有很多媒体指出 这个行政令呢 并没有具体来 来说如何解决这个孩子 分离的孩子 与这个他的这个家长 那个团聚 那么很多被关押的 这些承认的非法移民说呢 他们的孩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孩子 现在在哪儿 所以呢我觉得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呢 还需要这个假以这个时日 那么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移民政策上的交锋呢 会越来越激烈 那也可能是这个今年中期选举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一个焦点 好 今天谈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